经为填海夸复追至 他们都在做着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 那么这两则古老的神话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中国神话是神话中的开拓者 我们看中国神话大部分都是成功的 女蛙造人 后翼射日 嫦娥奔月 大雨治水等等 不管怎样 他们最终都是成功了 然而在中国神话中也有失败的例子 经为填海和夸复追至就是这样的两个故事 一个叫经为的小鸟 想要填平大海 可根本就是徒劳 还是不可能被填平的 还有一个是叫夸复的人 想要追赶上太阳 结果不仅没有成功 反倒让自己渴死了 可以说 他们是神话故事中的失败者 可是同样他们也是开拓者 他们在做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那么这两则神话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从他们的故事中 我们又能领悟到怎样深刻的内涵呢 安徽师范大学课组教授周飞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中国神话第二集 神话中的开拓者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 和大海有关的故事 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 精彩填海 在《山海经》的原文里 这么说了 百二百里 曰发揪之山 其善多折磨 有鸟鸟 其壮如鸟 闻首 白慧 世俗 明月精卫 其敏自教 是炎帝之少女 明月女娃 女娃 游与东海 逆而不返 故为精卫 长贤西山之牧师 以阴于东海 这个故事讲 这个炎帝的小女儿 喜欢在海边玩耍 结果海潮把她卷走了 卷走以后 她这个灵魂 非常不甘心 然后就化作一个小鸟 这个小鸟的叫声 就是精卫精卫 所以这个小鸟 人们就称它为精卫 它每天从两百里之外的 这个山上面 掀着木头 木枝石块 要去把这个大海填平 大家看 这是一个什么 情境 就以这么一个小小的鸟 每天要飞那么远 掀着那么小小的石块和木枝 去填平一个东洋大海 要是贬省它的人 就会说它是不自恋恋 但是更多的人 却去赞赏精卫 说精卫啊 具有坚持不懈的决心 具有顽强的 拼搏的精神 连大诗人陶约明啊 都写过这样的诗 叫精卫 贤为木 甲乙 田 沧海 此情此景 是不是很容易 让我们联想到 另外一个神话故事 叫做鱼公移山 这个例子里面 有一篇寓言 叫鱼公移山 他说有一个老人 九十多岁 他家门口有太韩王物二山 打住了他家的处路 于是后 他就召集家庭会议 大家一致决定 跟着鱼公 去把这个山移走 然后他们一宽一宽的挑途 这个土栏还要倒到大海边 一年才能有一个来回 于是有一个叫治水的老头 就去质问他 说你这样做太 太愚蠢了 你这个山要移到什么时候 鱼公讲 愚蠢的是你 只要这个山不再展 我世世代代 子子生生 搬下去 这个山总有一天会给我搬完 结果鱼公这个话 被山神听到了 山神就告诉天地 这个天地很受感动 就派了两个大列士 把这个山背走了 你看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 一个可能是九岁不到的女孩 都用自己微小的力量 要去征服一个很巨大的大自然 所以他们具有完全相同之处 但是我们再仔细再对比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鱼公移山 怎么样 把山移走了 感动上天 感动天地 把山背走了 精卫填海 没有积决 就是海没有停完 也没有 感动 什么上天 就经卫填海 就经卫填海 失败了 鱼公移山 成功了 咱们再生挖一步 你说鱼公所以成功 是他的精神 感动了上天 经卫填海 他的精神 为什么没有感动上天 这个故事想表达什么样的用意 其实问题正在于 一个是遗山 一个是填海 这个山和海 概念完全不一样 经卫填海这个故事 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 对大海的态度 对海洋的认识和态度 中国人对海洋 有什么样的认识 和态度 我们先说中国古代的人 是怎么认识大海的 这个在古籍中间 我们可以找一些说法 对大海的认识 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 天文学的观点 或者叫中国的宇宙观 天地观 中国远古时期 对天地观有两种 一种叫盖天说 一种叫混天说 所谓盖天说 就认为天圆地翻 天在上面是圆的 地是翻的 这个翻翻的地 大地 它是漂浮在海洋上面 所以这个大地上有东海 南海 西海 白海 那么说 这个海洋是干什么的 是漂这个地的 混天说 是说天和地 是混然一体的 是一个圆形 像个机弹 这个天上的东西 就像那个蛋壳一样 在外面 那个地呢 就像蛋黄一样 漂在中间 漂在哪里呢 也是漂在海上 你说混天说也好 盖天说也好 他都说这个大地 是漂在海上 那你说这个海有多大呢 这是第一种说法 大海非常大 无边无际 第二个认识呢 就是认为大海非常神秘 十八军的上海经中间 有十二篇 都是写大海 海外的海岛上的诗 而且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都是一些 稀奇古怪的 匪夷所思的诗 比如说那里的人 都长着黑牙齿 那里有一个狐狸 有九条尾巴 那里有一棵树 这个树上呢 都是太阳睡觉的地方 等等 你说海沙有这么多网页 所以这个大海非常神秘 那么大海又大 又神秘 所以他有时候 他就表现的力量很强大 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强大到人 很难对付他 所以我们这个 精卫填海的故事 实际上就在告诉人 大海有时候 脾气不好 变化目测 往着往着 就会被他卷走 这样的故事 很可能是古代 一场海纳 一场大海啸 然后人们产生的这种记忆 这是说对大海的认识 那么面对这样的大海 中国人对它是什么态度呢 实际上精卫填海里面 已经写了 这个精卫 虽然被海水淹死了 但是还要写墨石 去填它 但是呢 又不能填成功 这就是对大海的态度 就是我们对海洋 既觉得它又大 又神秘 又可见又可畏 同时我们又想政府它 但是又政府不了它 最后的办法是什么 是和谐先处 那么我们要是把海 大海上升到大自然这个高度 这就是中国对大自然的态度 中国人对大自然 既要改造它 征服它 又要和它友好相处 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看精卫填海的故事 我们就知道精卫为什么没有成功 为什么海填不了 因为海如此广大 我们不可能把它填掉 所以远古时代的人 虽然不懂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 但是他们也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所有的神话故事都显示了这么一点 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去改造自然 一定要去利用自然 因为这样你才能生成和发展 但是这个改造 但是这个改造和这个利用 它是有限度的 它是要讲科学的 讲规律的 你不可能完全征服自然 你必须要顺其自然 你必须人和大自然和谐先处 你看以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 我们再来看大海 怎么样 第一 我们大地上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表面积 百分之七十几都是海洋 所以不可能填海 第二 海洋是生命起源的地方 它对我们人类的意义太大了 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填掉 第三 更重要的是 海洋给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 提供了非常好的气候环境 就是地球上的气候环境 海洋的变化起着重大作用 比如说南极 它只要多化一点点 多融化一点点 或者多结一点冰 那么我们就会遭受质大的洪涝灾害 或者是干旱 所以海洋的每一点变化 对我们人类影响质大 所以面对大海 我们一定要想到 怎么去利用它 怎么去顺其自然 也就是按照规律 按照科学去利用大海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开采它的天然气 我们怎么样去吃海鲜 当然吃海鲜也要讲究一个限度 不能急择而鱼 我们怎么能利用海的潮汐来给我们发电 最厉害的当然是用海水 用海洋去航海 搞运输 所以我在想 曾经为天海这个故事 我们完全可以像大海一样 泛飞我们的想象力 好好的去想一想 我们生成的环境 以及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所存在的人和自然的关系 经为天海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 人不应该要征服自然 而是要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中国神话中 还有一个故事 花腹追至 花腹想要追赶太阳 最后干渴而死 那么花腹究竟为什么要追赶太阳呢 这个古老的神话 又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神话第二集 神话中的开拓者 记载花腹追热这个故事了 古老的点节上面 我们能找到三个记录 其中比较流行的是 沙海经的海外北经 它是这么写的 花腹于日逐走 入日客 欲得隐 隐于何谓 何谓不足 白隐大则 未知 道客而死 弃其战 化为邓人 就是花腹这个人 追太阳 追赶太阳 然后一直快追到太阳路上的那个地方 然后口非常渴 结果就把黄河的水喝干了 然后又把胃河的水喝干了 还是不足 然后他继续玩摆跑 想跑到白海那边喝白海的水 但是还没有到的时候 就死掉了 咳死了 然后他把他的手杖 丢下了 这个手杖就化为一片 邓灵 化为一片桃花灵 就这么一个故事 这故事很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要分析 这个夸腹追日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要提一个问题 就是夸腹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去追日 他追赶太阳的动静 或者是原因是什么 就这个故事来他没写 女娲为什么补贴 是吧 因为这个深层环境不好 后期为什么要摄日 因为天上有十个太阳 造成大汗 高温干旱天气 所以要摄日 精卫为什么填海 因为精卫给海水淹死了 他要报仇 所以这些故事虽然都很简短 但是他都介绍了 他们要干这件事情的原因和动静 但是咱们这个跨腹追日 这个神话里面 短短的几行字 他没有介绍跨腹为什么要追日 所以这就成了一个谜 千古之谜 一直到今天 很多研究神话的学者 也在研究跨腹追日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我把各种学术 我综合了一下子 大概一共有六种 比较有名的说法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静走说 就是夸腹 是为了跟太阳静走 赛跑 这个学术听起来不是很令人幸福 他的理由说 他说夸腹可能是一个善跑的人 善于奔跑的人 或者是夸腹可能是一个士族 这个士族的人都善于跑步 但是大家想一想 这个跑步跑得快速度快 它不应该是太阳 太阳在人们心目中 并不是最善于奔跑的一种自然现象 咱们在大自然中间 如果讲动物 我们会想到下上的老虎 原野上的野马 如果想到自然间 我们还可以想到风驰电车 想到闪电 想到急风 你要赛跑 你应该跟这些东西去赛跑 不应该跟太阳去赛跑 是吧 所以这个学术是有疑问的 第二种叫斗日术 就是说夸腹要和太阳做斗争 想消灭太阳 或者是教训太阳 因此要把太阳追到 那么理由是什么 理由可能是太阳给我们造成了干旱 但这个学术也有问题 就是说他要是追赶太阳的话 那是不是有一点模仿后裔受热 因为太阳造成了人类干旱 所以夸腹要去跟他做斗争 这不有一点后裔受热的山寨版吗 而且这个山寨版怎么样 还是一个失败版的后裔 再说你们看 后裔受九个太阳都能把他受下来 这个夸腹最赶一个太阳居然磕死了 这个就太不合理了 那么第三种叫先真说 这有个学者提出来 他说夸腹族可能是信仰水的民族 然后跟一个信仰太阳的民族两个进行斗争 最后他失败了 因为他没水喝了 这个也就很牵强了 第四种叫追求官民说 这个听起来在逻辑上有点道理 太阳给人类带来官民 但是这个官民一词是我们现代人的说法 太现代感了 在古代大家对太阳的理解不主要是官民 在远古时期可能更重要的是把它当成一个领袖 另外这个学说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利子这个书里面刚才说了 他说夸腹追人是不自恋力 那么如果是追求官民的话 难道说追求官民的人是不自恋力吗 这也不是我们中华民族一贯的精神 那么第五种说法 也是最近一个学者提出来 我们给他命一个名叫道虎说 他专门发表了一篇漏文 题目叫 道虎英雄跨父于普鲁明修斯 我们以前讲座的时候 讲到过普鲁明修斯道虎 就是人类没有火用 没有火种 然后普鲁明修斯 在希腊神话中印的 普鲁明修斯就去道虎 如果跨父像普鲁明修斯这样取火 是为了道虎取火 那么夸父就是什么 就是失败者 他没有给人类取来火种 这种失败版的普鲁明修斯 是不符合中国神话精神的 大家想 后裔社九日都成功了 这夸父追赶一个太阳 而且仅仅是为了取一个火种 都失败了 你说这叫人情何以看 这不符合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所以这个学说 也是有问题的 再说咱们中国还有 碎人士 钻碎取火的故事 是吧 那么第六种 还有人提出来 这是考古学家喜欢说的 叫千禧说 就是说 夸父追热 是一次民族大千禧 往西北方向 千禧 最后西北方向 这个缺少水 然后把这个士族灭亡了 这个说的可能有点道理 但是缺乏这个证据 咱们说这个考古 要讲证据 要由考古发泄 所以这个说法 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中国神话流传到今天 会有很多种的解读 每个人都会从中吸取经验 有所收获 那么关于夸父追日的动机 周飞老师又会有 怎样不同的解读呢 那个为了追日 而付出生命的夸父 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他的行为 夸父追日的故事 对今天的我们 会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神话第二集 神话中的开拓者 如果我们要换一个角度 来看这篇神话 如果我们要从文化意义上来 研究这个神话 解读这个神话 我们就会忽然开朗 就是说我们人类 来到这个世界上 关心一些什么 是吧 我们以前说过 这个人类最关心的问题 有终极关怀 那么他人类就会关怀 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 人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会受哪些东西的阻碍 人类人类的深层发展 会有哪些不如意的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 他经常把白天带走 给我们送来满满黑夜 他把百花齐饭的春天带走 给我们送来炎炎夏日 他把树果累累的秋天带走 给我们送来寒风掩液的冬天 他把我们的青春带走 给我们送来衰老和死亡 他让我们很多工作 没办法去完成 让我们很多的情和爱 没办法去延续 这是一样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时间 所以一个是空间 这是时间 但是在古人 在远古时代 他没有这个时间的概念 他不会用时间这样的词 在古人对时间的理解 都是非常直观的 他会用一些很形象的东西来表达 对时间 一些是个时间流逝的看法 比如说我们孔子 他面对时间的流逝 看到这个河水在流淌 他就说了 事者如四复 不守昼义 大思想家 专子 想到时间这个问题 也说过 人身天地之间 若白鞠故谢 护然而也 就是人生啊 就像那个骏马 跨过一道小小的沟渠一样 一下子就没有了 大诗人李白啊 写过 君不借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借高塔明镜 灰白发 糟如青丝 梦尘血 就是说人的一生 从黑头发到白头发 也就像大河奔流一样 豁然而已 就是通过这些诗词 通过这些说法 我们发现什么 发现古人 特别是远古时代的人 他把这个时间 经常和一些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 和江水的奔流 和日出日落 联系在一起 其中联系的最多的是日出日落 因为在古人心目中 这个时光的流逝 就是太阳升起来 再落下去 那么一天又一天 所以时间又叫什么 又叫日子 又叫观音 又叫时光 观音也好 日子也好 它都跟太阳密集联系 但是面对这种日出日落 面对这种 观音四季日月如素 你能留得住它吗 曾国藩说 天可古 海可天 南山可移 日月至晚 不可复追 有太阳和月亮 越险 人是没办法追到它 所以 跨复追日 就构思了这么一个 追赶 太阳 希望留住时间 但是又留不住时间 最后夸夫追日 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为了证明这个事情的难度 又把夸夫进行了夸战 说夸夫这个人 长得什么什么 半神 半仙的样子 半人半神 然后夸夫的 能喝掉黄河水 能喝掉胃河的水 夸夫的这个手杖 扔下去 就会化成一片大松林 有这么厉害的人 那你追太阳 你想让时间停下来 你忍然是死路一条 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时间观 夸夫追日 实际上是远古 先民们在表达一种 对时间的看法 那么我们解读完这样的故事以后 我们就会产生一些联想 就会想 这个时间古晚进来 不仅是古人 跟时间密切相关 我们现代的人 也无不与时间相关 那么这个故事 对我们现代人听起来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启示呢 我认为 这个启示和意义非常多 最容易让人想到的 第一条 叫时不我待 就时间不会等你 过去了就过去了 因此你要珍惜时光 咱们前面说过 很多这个名言 孔子的 专子的 曾国藩的 都是要你珍惜时光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启示 我认为非常重要 它实际上告诉我们 不能一味的去追赶时间 就是刚才说了 这个时光很珍贵 我们要珍惜它 但是我们为了工作也好 还为了做什么事也好 如果一味的追赶时间 比如说我们加班加点 一天打两天去做 一以即日 就像夸夫这样 跟着太阳跑 会怎么样 你就会劳累而死 就你不仅不能抓住时光 你反而会失去健康 乃至于生命 那么第三点 就这种 夸夫追日的这种神话形式 表达方式 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为它构思中一样 它这个神话中一样 它是这样讲 就是说 跨夫 为了让时间留下来 就跟着太阳跑 你们想一想 如果跨夫 追赶的这个速度 能够和太阳 能够和太阳的这个速度 相等 那它就能追上太阳 然后就能和太阳同行 如果同行就会怎么样 这个太阳就云云不会落山 那么这个日子怎么样 就会停止 可是爱因斯塔 后来在狭义相对论里 也提出来一个问题 他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人类 我们所在的这个空间世界 在时间里面 输入关速以下的时间 就是我们所生成的这个空间和时间里 我们不可能有超越关速的物体出现 所以科学有的时候很无前 所以跨夫不可能达到太阳奔跑的速度 也就如同爱因斯坦所说的 我们不能达到这个关速的行进速度 更不可能超关速 但是啊 这个科学虽然无情 这个人啊是有情的 咱们人类啊 非常有意思的是 就是我们不代表 目前的科学证明你做不了的事 人类就不会去想 比如说我们这么多神话故事 包括后来的那么多美丽的明经传说 包括像西游记 像封城演义 大家想如果我们都用科学来衡量它 这些神话故事是一例不存在 那人活在世界上就会感到精神世界非常空虚难受 所以有时候人类要用自己的梦想来弥补它的理想 如果这样理想符合理性 那么梦想它就包括了很多感性和情感的需求 我们现在也常常会感慨时光飞逝 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抓住时间的脚步 可是时间从来不会被任何人停留 哪怕一秒钟 因此人们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 希望能够穿越时空 回到过去甚至是超越未来 实际上在中国也有很多古代版的穿越时空的故事 那么这些故事又说明了什么呢 请继续收看 中国神话第二集 神话中的开拓者 怀南紫上面记录了一篇叫鲁阳辉歌网路日 这样一篇故事 他说鲁阳公与韩国结仇交战 战斗正处在难分难解之际 太阳西沉之时 鲁阳公辉歌大赫 太阳竟为他退避三射 三十就是九十里 鲁阳公与韩国公交战 打着打着太阳就要路上了 在古代大家知道太阳路上就看不见了 为了挽留石关 鲁阳公就挥歌 把歌毛挥起来 一挑就把太阳挑回九十里 石关道理 鲁阳公的歌 相当于我们现在科幻小说里面的石关机器 这篇故事它构想的就比夸夫追热更加大胆 鲁阳就比夸夫更厉害 因为他表达的是作者的失望 它是一种情感需求 其实像这样的穿越性的故事 中国古代还有很多 最有名的南北朝时候 有一本书叫书一记 上面记录了一个故事 叫烂科进 它主要是讲下围棋 一个棋谱 那么这个棋谱怎么来的呢 他说有一个叫玩直的人 善善打柴 然后看到两个神仙在下棋 然后他就在旁边看 把斧子放在一边 就看着看到他就饿了 然后有一个神仙就拿了一个饼子给他吃了 吃完以后他就不饿了 然后继续看 这一盘棋看完了 两个神仙一招手 两只白鹤飞过来 两个神仙晚上一起就飞走了 然后玩直回头一看 找他的斧子 结果斧子已经烂掉了 所以叫烂科 然后他把这个棋谱记下来 这个棋谱在围棋上叫烂科进 玩直回到村里的时候 这个村子的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他那个时代人都已经死掉了 他的身子 他一说 他才知道有一个人是他身子 就是说 这个外部世界已经过去了一百年 也就是说玩直 停留在一个石棺里 停留了一百年 连斧头都有斧烂了 这是我们中国古典中间 记载的比较完整的一篇 现在来说是一篇穿越小说 我们现代人因为有了爱因斯坦这样的假设 就会加很多很多石棺机器 这样的一些科学的内容进去 就形成了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 然后让我们文学的宝库更加丰富 让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 让我们的梦想能够在这种穿越时空的幻想里面得到实现 所以夸父追日 虽然是一个失败的英雄 但是千古以来是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的 虽然这个故事里面说的他不自恋恋 但是绝大多数的诗篇文章提到夸父 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的 是不已成败了英雄的 因为留住时光 是人类的一种情感需求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其实 那么还有第四点 就很有意思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愚共愚杀是因为空间受到决限 人类生成发展受到空间的决限 夸父追日 那就是受到时间的决限 人生在世有很多不如意的东西 这些不如意的东西是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决限 人类就希望改变这个空间 改变这个时间 但是空间可以改变 时间却不能挽留 那么时间是干什么用的呢 愚共愚杀这个故事 如果大家再深究一步 就会发现 愚共说他能够移善 他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愚共愚杀的实质 就是用时间来换空间 因为他的子子生生可能是一百年 一千年乃至于一万年 这么多的时间 就可以把这个山的这个空间 换 所以这叫以时间换空间 实际上我们人类的世界和动物的不同之处 人类的文明进步 就是在以时间换空间 从古到尽 人类就不断的 一代一代的 用时间换取了我们文明的空间 让我们的文明 越来越进步 让我们的物质世界 越来越丰富 这就是夸富最热的 又一个启示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